刚才心脏的下脚痛 我看到那个飞碟 飞了好大的飞碟 然后好像穿过我 穿过的人就弯下来 然后飞碟到了日本海了 一下子到了日本海了 它围绕发生核心流的飞碟很大 发生核心流的那个叫浮岛 浮岛那个地方 日本那个浮岛发电站的地方 斗了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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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的过程当中 简直像一个网 拿了一个网斗一样的 拿了一个像 就像我们人间的 拿了一个网斗一样的 把那个空气当中 放射一些物质 清理了一遍 清理了 哎哟 那个飞得特别大 就把那个 就像吸尘器一样 就把那个 右下往右下吸尘器 都吸到它里边去了 吸到它里边去了 然后那个 把日本海周围 都吸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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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的一句话 用核的日子快要接受了 用核的日子快要接受了 也就是按照我以前 林牌出来的那个情况 知道日本 那个外星人呢 已经把地球上的那个核物质 在包含着地球里边的 已经 已经吸干净了 拿走了 以后就体验不到 在那儿完页了 然后它下午的计划 就要把那个 已经人工搞出来的东西 就会把它拿走 以后核武器在那边 里边也就空了 也就空了 也就空了 好 这个时刻我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俄罗斯的那个 核潜艇了 核潜艇了 没有核动力了 没有核动力了 也就是说 没有核动力了 核武器已经把外星人拿掉了 核武器已经把外星人拿掉了 所以大家请注意了 这个事情我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人家也不会相信这个事 我也没有多强调 但是闪在我的林牌案例里边 我讲过这个事 就核武器 先把地球上清理完了以后 把那核武器啊 核武器都一点都清理掉 然后前两天 俄罗斯发生了那个 核潜艇的故障 人家都呼参 实际上不是那回事 是那个核武器没了 核动力没了 动力没了以后 动不了了 核动力没了 核动力没了 所以让大家都知道 随便哪家政府啊 哪个部门啊 知道这些的 赶紧通知一下 后面一点一点 用核的 作为动力的也好 核武器也好 核电厂也好 后面啊 你眼睛看起来 好像没变化 直接你变成核武器 你被外星人慢慢慢慢拿掉了 所以俄罗斯的核潜艇 是没动力了 核武器拿掉了 美国人也要注意了 他们慢慢也被外星人拿走了 然后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动力了 然后核武器 就是一个空泡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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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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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